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尖聲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是 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就不夠我每一個月伴隨New Moon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就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 蔡日即西曆新月十三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射手香港人又叫任馬座 今期的運勢比較簡單 那就有以下幾項東西要注意的 有時候眼前一些決定你去抓不住的話 我給你一個提示 不要只顧眼前的利益 不要想著現在有什麼東西可以帶給你一個最大的好處 你要想長遠 你要有一個好傳盤 直接是關乎到你人生的規劃 這個路程的planning 這樣才是對你有一個最大的幫助 所以不要猜一些非常之 芝麻綠豆雞毛蒜皮的小事 你要想一下其實你之後那條路要怎樣去做呢? 不單止是一些眼前的決定 其實見到最近呢 你都會為了很多很多瑣碎事 是很忙很頭痕 而甚至有些東西真的殺到埋身 你都會是progressionate 你會去拖 你會去逃避 不願意面對 真是適當地放下一些很無謂瑣碎的工作 尤其是不是教你做人要自私 但是我們經常說蛇手是太過願意幫人 太過願意把自己的能量散出去 而搞到自己都走不好自己的那條路 所以勸你自我忠心一點 還有你不是選人利己 其實別人是選你 而你沒有做一些利己的行為 所以其實你理好幾 你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就放下小的事情 你要去顧回比較大的事務 有些什麼是影響到你以後的生活 甚至是生命的呢? 你要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去走回自己的那條人生路 不要理其他周圍的風景 那這個才是你的自性關鍵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最近在這麥謀變靚 什麼意思呢? 可能你有一些形象改造 或者減肥、保持健康 總之是一些想令人耳目一新的 你有一個這樣的計劃 好,OK 記住 在你聽完這段錄音 即是看完這段影片 起碼之後的兩星期 先去show給人看 到時你得到的那個掌聲 會更加大 也會得到大家更高的欣賞和認同 好了,跟著最後就是說 如果最近有一些家庭裏面的事務 是想處理 恭喜你會有足夠的財富 去應付這些事情 什麼意思呢? 第一,尤其是如果你想搬 你就可以有足夠的錢 去搬到附近的房子 或者是租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貼士 就是最好找回附近的 不要說跨區去搬屋 最好找回真的 可能在方圓不知多少里之內 這樣 這裡的那個運勢會更加好的 第二,就是不一定搬的 或者你重新去裝修 去撿到房子漂亮不漂亮 又或者你去置身 去買一些新的家具 尤其是現在春天 在我弄這條片的時候 其實最近是狂下雨 天氣很潮濕 加上現在過了水浴 如果你想買抽濕機的話 是絕對可以進行這個事務的 還有你也會有一個很大的意欲 要去買一些新的東西 去弄得漂亮漂亮 為什麼你不信之前去大掃除 或者新年的時候去做這些 我不知道,可能之前有些很忙 你會拖到現在才做 但是現在那個情勢會更加高漲 也有一個更大的緊急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 不久的將來 會有人去參觀你的家 可能是朋友 什麼都好 令你覺得 我的房子不可以再這麼噁心 你都要有面見人 所以會令到 你有一個這樣的興致去進行 我上面一系列的動作 還有 其實如果是整理好一點的話 你們會尤其是想翻身 或者去買一些東西 是放你們的睡房和廁所的 對 也真的如果你們去做睡房和廁所方面的這些修緝的東西 或者自身 那那個成功率會更加高的 OK 那就在這裡祝大家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本事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生銀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 啦